这是一部同时媲美真人版和游戏CG的动画 除了能让丧失危机爆发的T病毒 这里还有进化的终极密码G病毒 然而事情并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所谓的进化到底是阴谋 还是一场闹剧 而幕后黑手的保护伞 又是如何的只手遮天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部 2008年上映的CG动画 生化危机 恶化 据说这部影片曾在日本创造了4000万日元的成绩 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故事开始 浣熊市的生化危机爆发后 为了阻止病毒泄漏 同时销毁所有证据 美国军方朝着市中心发射了一枚核弹 数十万人在请客间失去生命 但随着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 身为罪魁祸首的保护伞公司股价大跌 最终宣布倒闭关门 而民众也开始怀疑是美国政府投放的核弹 总统迫于压力宣布辞职 但生化危机事件并没有就此停歇 并且以极快的速度在世界各地传播 感染者开始出现在各个地方 所以美国政府宣布拿出10亿美元 投资另一个叫威尔法玛的制药公司 公司在哈佛威尔城建立了一座研究中心 主要负责研究T病毒的血清 虽然公司高层一再强调安全等级非常高 绝对不会再出现浣熊市的问题 但当地民众还是觉得不靠谱 就像有一颗定时核弹悬在头顶 早晚会重蹈覆辙 于是试图抗议将公司赶出哈佛威尔 并且锁定了针对的主要目标 支持公司的议员戴维斯 等对方来到机场出行 无数民众围堵在机场内 并且还有人装扮成丧尸的样子抗议 然而所有人都不知道 一场真正的丧尸危机即将爆发 此时女主克莱尔也刚好下了飞机 阿姨带着孩子兰妮正在等她 两人简单地聊了几句 阿姨便要出去打车 想让克莱尔帮忙照看一下兰妮 很快参议员也出现在机场 因为害怕被抗议者认出 所以只能用鸭舌帽遮挡自己 然而她那个矮挫的形象和猥琐的本质 还是让人认了出来 前方还出现一名装成丧尸的抗议者 眼见保镖就要开枪 克莱尔上去一把扯下她的面罩 抗议者这才害怕想转身逃跑 结果正好被赶来的警察抓获 随后警察发现 旁边还有一个人慢慢悠悠地走向戴维斯 他还以为又是抗议者 于是想过去扯下他的面罩 结果发现怎么扯都扯不下来 等他仔细一看 却发现这竟是个真丧尸 丧尸直接咬向警察 人们看到这一幕顿时吓得四散奔逃 戴维斯的保镖见状 立刻上去将丧尸分开 接着开出两枪将其击倒 这时克莱尔赶紧提醒保镖离开 但为时已晚 被咬的警察也在这时变异了 一口咬住保镖的腿 想阻止扩散已经来不及 很快丧失病毒在机场爆发 克莱尔赶紧去找兰尼 途中不小心撞到一个可疑的男人 总觉得在哪见过 还没等细想 转头发现兰尼不见了 好在没一会儿就在远处看到了他的身影 刚想追过去 戴维斯突然抓住他请求帮助 这时机场广播响起疏散预警 周围也传来巨大的引擎轰鸣声 万幸等到尘埃落定两人并没有受伤 然而飞机上的乘客也已经变成丧尸 直接冲了出来朝着几人逼近 好在克莱尔曾经在浣雄市死里逃生 也是经历过大场面的人 带着兰尼和戴维斯等人藏到了一边 这时机场已经被全面隔离 幸存者们也只能躲到其中 而为了救出里面的戴维斯 上面特意派了一位专业人士协助士兵 也就是同样从浣雄市逃出来的李昂 确定好戴维斯所在的位置 李昂只带了杰克和安琪拉两个人 并且给他们介绍了丧尸有关的知识 还有杀死他们的方法 很快三人乘坐直升机来到机场楼顶 顺着楼梯成功进入机场内部 结果不让人省心的安琪拉根本不听指挥 独自进入房间搜寻 看到一个男人躺在地上还以为是幸存者 果断选择上去救人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就要来了 男人其实早就变成了丧尸 直接抱起朝着安琪拉要去 好在李昂及时赶到将他拽走 然而下一秒房间出现更多的丧尸 杰克健壮立刻开枪 一梭子放倒一大片 杰克还觉得已经将他们全杀了 甚至还和李昂吵了起来 然而刚刚离开 一只丧尸突然从里面破窗而出 直接将杰克扑倒在地 李昂赶紧将其救下 并且再次提醒杰克 杀丧尸必须打头 不然只是在浪费子弹 眼见丧尸正在朝这边聚集 三人赶紧逃离 与此同时 等待救援的克莱尔听到了幸存者的呼救 便打算用一把雨伞杀出去救人 结果正好碰见李昂三人 他们已经把幸存者救了出来 于是跟着克莱尔一起回到藏匿点 戴维斯看到来救援的只有三个人 顿时大怒破口大骂 李昂懒得搭理他 准备带着几人从大厅直接跑出去 因为大厅的空间比较大 而丧尸反应又比较迟钝 是目前最好的逃生路线 决定好几人立刻开始行动 但戴维斯突然腰疼倒在地上 杰克为了救他不幸被丧尸咬伤 他知道自己的结局 决定留下来给众人争取时间 安琪拉非常舍不得队友 但此时他也没有别的办法 剩余几人顺利进入机场大厅 但这里也有很多丧尸 而且后方的丧尸也在迅速靠近 李昂想清理掉一些继续前进 戴维斯却突然把兰妮推了下去 自己则是趁乱逃跑 克莱尔见状赶紧下去护住兰妮 李昂赶来支援也被丧尸扑倒 眼见丧尸越来越多 李昂直接把手中的枪扔了出去 克莱尔接住后秀了一套小连招 一枪一个将丧尸清理干净 同时李昂也挣脱解决掉丧尸 随即几人赶紧朝着大门方向前进 在丧尸追上来之前逃了出去 军队的士兵在外面等待清理尸群 而克莱尔直接找到了戴维斯 上去就给了他一巴掌 突然几辆威尔法马的货车来到这里 同行的还有科学家瑞克 对方告诉克莱尔 车里装的是T病毒的疫苗 之前因为遭到民众的抗议 所以一直没有机会投入使用 直到这场丧尸危机爆发 美国政府才让他们出马 与此同时 李昂也收到了白宫方面的消息 证实了T病毒疫苗确实存在 而且对方告诉他 机场的丧尸危机似乎并不是意外 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生化武器袭击 恐怖分子的目的也很简单 要求政府公开浣熊士事件的全部真相 包括军方和保护伞公司见不得人的关系 否则他们将会在整个美国释放大量T病毒 而病毒的来源很可能是黑市 正想跟克莱尔讨论接下来的计划 突然 爆炸摧毁了所有疫苗 显然又是恐怖分子炸的 而且这是公司现存的所有疫苗 如今已经没有对抗病毒扩散的武器 这时克莱尔忽然想起 在机场时看到过一个可疑男人 很有可能他就是恐怖分子的其中一员 而且他已经查到对方的名字叫科蒂斯 曾经参与过抗疫公司的游行 突然安琪拉不可置信地惊呼出声 因为科蒂斯是他的哥哥 他不相信哥哥会是个恐怖分子 但现在有了方向 科蒂斯和李昂赶紧往哥哥的家中赶去 与此同时 科蒂斯正在家中收拾 很快带着一个箱子离开了这里 临走时甚至放一把火把房子烧了 等两人到达现场 大火已经几乎将房子烧光 看着眼前的景象 安琪拉也不得不相信哥哥是恐怖分子 此时他也说出一个震惊的消息 科蒂斯的妻儿都在浣熊式的核爆中死去 看来他想发动恐袭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另一边 克莱尔找到瑞克表示他想帮忙 对方便带着他回到研究中心 并为他介绍起这里的布局 研究中心一共被划分了五个区域 根据病毒的危险程度 按照一至四排列 每个区域都有着独立的安全系统 如果某个区的病毒意外泄漏 此区域会自动隔离 不会影响其他区域的安全 而其中的零号区是办公区 介绍完瑞克带着克莱尔来到办公室 正聊这天 议员突然打来电话 指责他带着克莱尔回到公司 并提醒他一定要守好秘密 克莱尔见状便问他有啥不能说的秘密 瑞克表示也没什么 接着给他展示了一种新病毒 比T病毒还要可怕的Z病毒 他们本想将他用作疫苗的研究 但由于没有什么进展 所以一直被存放在四级危险区 而巨病毒对于克莱尔来说并不陌生 他曾亲眼见过这种怪物 这时瑞克突然说自己有事要出去下 而克莱尔打算将这件事告诉里昂 表示公司有G病毒 让他赶紧过来 然而电话还没挂呢 办公室的座机突然响了起来 是瑞克打来的 他说有人闯进了四级危险区 而且安装了定时炸弹 生化危机肯定会再次上演 让克莱尔赶紧跑 然而话还没说完 他忽然看到了科蒂斯的身影 并且手里还提着一个箱子 接着就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另一边的李昂隐约听到爆炸声 但现在电话断了克莱尔可能有危险 于是赶紧和安琪拉前往研究中心 这时克莱尔也醒了过来 发现整个研究中心已经被炸得七零八岁 而且他的小腿也被一块玻璃插中 很快李昂和安琪拉来到了这里 两人分开行动 李昂在走廊尽头遇到了受伤的克莱尔 对方告诉他不要管自己 当务之急是阻止科蒂斯 因为他刚刚在四级危险区看到了对方 而且很有可能拿到了G病毒 与此同时 安琪拉来到研究中心的大厅 却在地上发现了空箱子和碎掉的注射器 这时克蒂斯从对面缓缓走来 看上去很痛苦的样子 安琪拉还以为哥哥受伤了 殊不知他已经注射了G病毒 他要用自己的方式揭露幻雄师的真相 甚至不惜变成怪物 此时一支军队也来到了这里 准备逮捕克蒂斯 然而他却开始了变异 最终科蒂斯变成了一个巨大且丑陋的怪物 士兵们立即开火 但似乎对于变异后的他没什么用 而且此时他已经完全失去理智 一巴掌就将数个士兵解决 没一会儿整个小队全军覆没 而安琪拉此时已经被吓傻了 怪物缓缓走来 他却站在原地不动 多亏李昂及时赶到 朝着上方的铁架发射了两颗榴弹 铁架坠落砸中了怪物 这时研究中心的装置开始喷洒无水以存 并将于五分钟后点火引爆 众人赶紧朝着出口跑去 然而被压住的怪物并没有死 反而发生了进化 瘦弱的小腿瞬间变粗 怪物直接爬了出来 接着跳上电梯 将正在逃生的士兵扔了出去 并且摧毁了逃生通道 然后直奔着安琪拉冲去 危急时刻李昂赶到 扔出飞刀刺穿怪物眼球 他告诉安琪拉 因为他们的血缘关系 现在怪物要抓走他用以反眼 此时距离基地爆炸只有不到30秒 李昂拉起安琪拉狂奔 怪物在身后紧追不舍 基地瞬间发生剧烈的爆炸 两人赶紧跳进水里 见安琪拉氧气不够 李昂赶紧为其输养 但爆炸同样没有杀死怪物 控制中心检测到污染仍存在 所以开启了分区覆盖程序 四级危险区将在两分钟后不复存在 而打破水池逃离的两人又被怪物盯上了 李昂直接被一巴掌拍飞 正好落到了即将沉降的四级危险区 此时固定四级区的炸药已经开始爆炸 李昂在最后一刻成功跃起抓住边缘 但很快安琪拉身后的一级区也降了下去 怪物缓慢靠近 眼见就要杀死安琪拉 突然怪物看到地上有一张照片 捡起来仔细观看发现是他们一家的合照 这成功唤醒了科蒂斯的一丝意识 开始反抗身体里的病毒 安琪拉健壮没有继续逃跑 闭上眼睛等待命运的降临 最终科蒂斯的意识还是消失了 眼见就要将妹妹杀死 李昂突然从身后抱住安琪拉 同时最后一个分区也开始沉降 李昂的脚勾住楼梯逃过一劫 但这时怪物的舌头也缠住了安琪拉的脚 对方告诉李昂松手 只见他掏出手枪对准怪物脑门 成功将其打晕松开了舌头 此时底部的沉降区发生剧烈爆炸 好在系统检测到上层没有怪物 关闭了通道中的阀门 两人总算逃过一劫 克莱尔在控制中心目睹了整个过程 然而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却突然发现整个事件的过程都被录了下来 这似乎牵扯到一个更大的阴谋 果然几人会合后 李昂又收到上级的通知 他们猜测幕后黑手其实另有其人 这时周围响起钟声 克莱尔忽然记起 瑞克给他打电话时也有这个钟声 看向一旁的公共电话才想明白 这一切都是瑞克的计谋 他来到公司外面打电话 制造自己在爆炸中死亡的假象 同时诱导科蒂斯注射疾病毒 目的就是录下数据 将病毒高价卖给黑市 然而他想不到的是 自己的计谋已经被克莱尔等人识破 就在他等待买家到来时 来的却是克莱尔一行人 最终瑞克被当场抓获 生化危机终于告一段落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是一部全CG电影 改编自同名系列游戏 整体是最接近游戏CG的电影 故事完整性很高 虽然CG效果看上去不是特别好 但在08年能制作出这个水平已经不容易了 再就是模型的动作略微有些僵硬 而且遗憾的是影片并没有太多代入感 果然还是穿插在游戏中的CG比较带劲 总的来说算是合格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原片 好了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解说 请订阅我的频道 您的支持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